接着我们来再看一下就是在smile里面 如果你想要在整个视觉上再做一些加强的话 其实可以做几个部分 那最常用到就是在一个叫做图示的图标的部分 比如说像老师在这边我加上123 那像我一般最常见就是我的重点的顺序 比如说在这边要加一个 你有几种方法可以做 一个是打开右手边的这个图标之后 你可以这样丢进来 这样就有一个 那也可以这样子就是在上面按右键 其实smile的大多数的功能在右键都有 你看插入图标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等同右手边的那个图标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把一些它所内建的 常见的可以像这样扣一下 那么如果你想复制这个 你可以在上面点到它之后按右键复制 再点到下面Ctrl加V贴上 我把它拉出来外面 这里 那顺序的部分你就可以在这边做调整 像这样 所以最简单的 其实你可以从右手边 这样是最直觉的 直接丢进来 这样基本上就不会有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你可以透过图标 让你的这个内容 比较清楚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第三个应该说第五个 这个所谓的风格的部分 那风格部分其实当初我们在建立 这个S-Mine的时候就曾经选过 所以如果你做到后面 我觉得我想要换一个风格 你可以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你就按套涌 这样整个风格就变了 你可以再看一次 在这边 点到你想要的风格 你直接点两下就可以 它会询问你是否要覆盖 这样整个风格马上就改变 这个是你也可以这样去做使用 不过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风格的部分会改变整个新制度的感觉 整个新制度的感觉 所以在使用上 它不像说我今天只想改变这里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只想改变某个局部的 你要用我们刚刚第一个 影片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在格式这边去做设定 比如说我的不想要做圆角的 我想要做底线的就好 就是这个区块做底线 这样也是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样式 复制到别的地方 你可以这样子 点到它按右键 就有一个复制样式 那就看你要把它用到哪几个上面 比如说在这里我按右键 就可以贴上样式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原本的样式 直接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你就不用重新再设定一次它的相关的 右手边这个格式的字 就是这些内容 那相对来说这样就比较方便 那么以后呢 如果你内容比较多了 其实你可以在下面这边你做放大缩小 那放大缩小就遇到平移的问题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就可以做所谓的平移 不需要由下面来做控制 你从下面控制是一种方法 但是按滑鼠的右键 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 也是很方便 所以其实我们在使用smile的时候 最主要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插入外面的图片 好外面的图片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想要插入一张图 你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在想要插入这个按右键插入 然后呢找到图片来自档案 那假设我想这一张 你选好之后它就进来了 那大小呢你可以进来之后再做调整 好那它预设的位置呢 会是在就是主题的上方 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主题的右边啊 或者是下面 你可以这样按住拖曳它 好你看这样子就放在下面了 所以你可以稍微拉动它一下 它的位置会做改变 好拉动一下我们这张图片 看是你要放前面放后面 放偏上面还是偏下面 这样子的话你的主题整体上效果就好很多 好效果好很多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 S-Mite原本事实上是有一个背景的颜色 那你可以再不点选到任何主题的状态一下 因为如果你有点到那个主题就是 在我们右手边的格式就会设定它 就是你选到那个主题 今天你点到空白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在右手边你就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背景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直接去选择你想要的颜色的感觉 比如说你想要用一个比较淡的 蓝色 那在我们 不是这个 背景抱歉抱歉 在这里 背景颜色 预设是白色的 你想要有一个 蓝的 你就可以改变一下 就可以改变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 在开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 它其实都有问你你要什么样的风格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要从这边 有没有这边其实都可以改变 那你不要从这里也可以考虑 从上面它 人家已经做好的范本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建立 OK 那就跟大家补充到这边